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要用星期几的函数 那请问一下 weekday weekday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输入一个等于 然后打week 请你只要打两个字等于we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方向键往下选 请你不要打太多的字 你打太多字是不是有可能会打错字 因为这边他已经帮你都整理好了 以前你真的要每一个字都打出来 所以有可能打错字 可是现在他会希望就是说 他整理好了 你用上下方向键来去选择 这样是不是减少你打错字的几率 例如说我想要做跟星期有关系的函数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打we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从上面往下去选 有没有看到星期几 他这边告诉我说 这个功能就是传回介于1到7的整数 用以识别星期数值 所以答案就是这一个函数 然后点一下heb键 好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重点来了 请问我是不是要放一个serial number 请问是不是只有告诉他年月日 他才能够判断他是星期几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 我要这样选 邮标放在订单日期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看到吗 他说变成一个粗 内容是黑色 内容是黑色的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接下来我是不是点一下逗号 就是这个地方记住 我选择选择的是订单日期 我不是选C栏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是点到什么 订单日期上面一点点 订单日期上面一点点 就是那个C C的下面订单日期的上面 那条线 好 游标移过去 它就变成就是这样子 本来是那个初出的选取的游标图示 然后往上一点点 它变成那个黑色的往下箭头 然后点它 它就变成订单日期 接下来是不是要打一个逗号 打了一个逗号 这边它有说 那个数字1代表是从星期天到星期六 这个数字2 这边2的话 它代表1就是星期一 7就是星期日 这是我们比较习惯的用法 所以请输入阿拉伯数字2 然后 右刮壶 因为你这边有一个左刮壶 是不是要对应一个右刮壶 Enter 你看这边是不是全部都帮我们算完了 以前你做完 是不是还要往下复制 对不对 现在不用了